大家好 今天早上7點58分 在花蓮縣政府 南南東方25公里的 也就是在台灣東部的海域 比較靠近陸地的位置 發生一個規模7.2 深度15.5公里的一個地震 因為這個地震 離陸地相當的一個近 加上它的深度是極潛沉的地震 所以在全台灣 包含 這個離島都有感覺到相當的一個震度 4月3號早上這一震全台有感 氣象署指出這是921大地震後 最大規模地震 4月3號這場地震 及時監測規模7.2 但氣象署估計 實際規模可能還會更接近 當年921的7.3 最大震度落在花蓮和平 以及花蓮市有六強地震 這也是109最新地震分級 測到第二次的六強地震 這個地震 因為它能量累積很快 然後裡面也相當多的能量 不會透過一次地震 就把所有的能量釋放過了 所以後面還是有相對 可能有6.5以上到7.0之間的 余震會發生 這大概是三四天以內 這起地震主要是由菲律賓海板塊 往北引磨至歐亞大陸板塊之下 由淺到深都會發生地震 能量累積快速 因此氣象署預估 這幾天內仍會有機會發生較大余震 也要請民眾多加留意警覺 有些新聞阿斯波羅亮台北市採訪報導 這個內容 感谢观看